Hello 今天又有一個Hall 大家看到這個背景有一點不同 其實還是在我的房間 但是我轉了那個角度 因為今天的天氣不錯 所以我打算用NATURAL LIGHT來做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看Hall和Fashion這類型的影片 忘了訂閱我一個星期上載兩至三次 我在Louisa Villaroma買了一些東西 我會給大家看 而且我在Fiorgi也買了一些東西 我第一樣給大家看的就是Louisa Villaroma那裡 我第一樣買的東西就是這個Triptop 寫著Speed Winner 這個是Tommy Hilfiger的Triptop 它這個其實只有一個size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穿brow的話會比較好 如果我不穿的話 我就要避免去跳 因為是跑步 可能會跌的 它前面是這樣的 後面其實也蠻第二 我覺得也可以反轉它來穿 就像是你平時在tumblr 看見人家穿這類型的Triptop 之後我就買了一件T恤 是Fiorgi的T恤 就是一件Crop Top 這個 它這裡有一個cherry 後面也是有一個cherry 我這個買的size就是一個extra small 其實我挺喜歡Fiorgi的 這幾排T恤 所以買了多少件 之後Fiorgi那件就是他們classic的Fiorgi logo 就是有他們這兩個天使在這裡 然後寫著Fiorgi 那這個呢 我覺得如果穿一條mum jeans 穿的話 我覺得在summer會挺好看 我覺得 其實我想買它Crop了一件 但它Crop了一件 就沒有白色在website那裡 所以就沒有買到買了這件 我打算自己可以剪 沒有問題 之後我買了兩條sweatpants 這兩條sweatpants 其實我是在kids section買的 因為我也是比較少矮的 1米55 所以很多時候買普通的sweatpants 都比較長一點 而且這些又不能改 所以我去了看kids的section 我買了兩條 而且kids section的sweatpants 全部都是便宜一點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挺好的deal 我覺得 我第一條買的sweatpants 就是MSGN的 就是一條黑色的sweatpants 旁邊這裡就是一個 有塊白色 然後下面也是寫著MSGN 旁邊其實差不多而已 大致不過是沒有它的logo 這條給我腰圍 長度也是剛剛好 很完美的 所以我覺得我有需要 可以繼續在kids section買sweatpants 還有我覺得我這樣 省下一點錢可以買其他東西 之後買了一條就是 GIVANCHI的sweatpants 就是灰色的sweatpants 然後這裡是有GIVANCHI的logo 平日普通買女裝的sweatpants 我想都要300多磅 這條也只是100多磅 差不多一半價錢 所以我覺得這樣便宜很多 而且這條給我 也挺適合 這條比剛才更窄 這條比剛才更窄 整條膚都可以窄給我 穿下去有點像Legging store 但我又覺得挺好看 好像穿到我的屁股 漂亮一點 好像風滿一點 最後買的一樣東西 就是這副眼鏡 其實想買了一副白色的Cat Eye眼鏡 也有一段時間 但一直都不知道 我覺得白色眼鏡 我不是太清楚 我會不會穿得多 但是 那天剛好想買便買了 這個跟平日的Cat Eye 有一點點不同 它是比較想穿上去多一點 所以比較想Cat Eye多一點 這個就是Saint Laurent的眼鏡 它買到旁邊的 也是比較想粗 我平日喜歡的眼鏡 但這個我也覺得挺好看 我覺得如果Summer穿還是白色年身裙 還有這副眼鏡 會挺漂亮 那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幾個牌子比較常喜歡Firogi的東西 所以它在London開了一個新的store 所以我就去了London那裡看 我就去了他的store那裡看 那如果你在London的話 我覺得你一定要去他的store那裡 check out一下他的東西 因為他的store是好 整間東西都挺漂亮的 那下面那裡 他整間的設計都挺cricky 挺特別的 而且好像很以前復古那類型的感覺 很多顏色 挺漂亮的 你進去的時候 整個人覺得好像很開心 然後他另外那裡 也有一個很小小的cafe section 可以在那裡買杯咖啡 吃藍膏的 然後他上面 也有一個我會給大家看的 是好像一個床 你可以買枕頭 還有藍妝的上面 還有他有一個bar在上面 那如果在store那裡買東西 他也會有另外一個服務 可以叫他那裡 幫你織一些 你的名字 織些什麼都可以的 但是要另外的價錢 不用說了 那我就買了這個crop top 其實跟剛才那件T-shirt差不多 但這個就是長袖 而且是比較想crop 那這件東西 我就叫他幫我寫我的名字 就是聯了我的名字 大家看不看到 太光了 這裏寫著Naomi 那全部這類型presentalized的東西 就不用說特別一點 有你的名字 所以我挺喜歡這件 那這個size 買了small的size 想著這件可以闊一點 這樣做會好看一點 我覺得 那之後另外呢 我也買了一些小小的東西 那我買了三個這些 就是可以印在牛仔褲那裡 那我打算這個 尤其是這個cherry 我打算是可以放在牛仔褲那裡 就是屁股後面的袋子 挺有趣 那之後買了多兩個這類型的呢 那也買了一個notebook 是跟剛才那個天使的類型的 那個logo來的 那我希望你喜歡這個haul 那如果你記得 如果你在London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 那我可以去看看 Feriluji的store 我一定會喜歡 因為它整個東西都很可愛的 那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 再見